欢迎回到登车时代 我是Cole 本周五晚上的时间 我们将会为各位车友 带来一周重点新闻回顾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周职业车谈发生了哪些事吧 第一则新闻 Shimano史上最大偷窃案 零件价值高达1000万欧元 Shimano上半年发生了一则堪称最大偷窃案 窃盗的组织严密且大胆预谋案 嚣张的行为让人感到惶恐 据报导被盗货物价值1000万欧元 窃贼向驾驶注入不明气体 洗倒司机 并将目标锁定昂贵的100零件 除了一些低端的零件盒外 所有东西都被拿走 为了掩盖它偷窃的痕迹 窃贼向内部喷洒了灭火器 销毁任何证据 这次召窃厂商为Bikefront International 它是捷克共和国最大自行车生产商 每年组装超过15万辆自行车 而该公司为了避免同样窃盗案再发生 决定通报此事以警告其他生产商 因为这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而后续如有进一步相关信息 我们将持续追踪 第二则新闻Mark Payton正面回应兴奋剂风波 在经历新闻季风波后 首次公开露面 并正面谈论此丑闻 Mark Payton 自去年夏天 比赛中首次展露头角 已杰出的成绩赢得当日3D赛段 可他没料到的是这场赛事 却成为他的噩梦 由于当日成绩过于优异 使得大众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影射他服用禁要才赢得比赛事 甚至连车队都遭受慈余之殃 被迫接受警方调查 也使得他提早一年被车队解除合约 这风风雨雨风波 Mark Payton 再次与新车队签约 期待用自身实力去证明他的努力 不是凭空而来 最后则新闻Philip Garnot 在环普罗旺斯获得压倒性胜利 这位陈氏获得世界自行车锦标赛 男资组冠军今年再创巅峰 在环普罗旺斯的首战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而他仅用了8分多钟的时间 以12秒的优势击败众多 强敌夺冠 这也是Philip Garnot第二次继实赛获得胜利 而当中他也提到当时赛事的状况 阳光充足的条件下非常适合高速行驶 微风和一些技术弯道可以减慢起步的速度 而Philip Garnot也说到能回到普罗旺斯再次获得胜利 真是太好了 这也是他在2019加入车队后获得首场胜利 也为这场赛事拉开精彩的序幕 以上便是本周的重点新闻回顾 欢迎各位车友在底下留言和物门分享你认为的重要资讯 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到底在讲什么 阿菲姆 你跟人民可以念乱七八糟 我觉得当事人应该不会很开心 谢谢大家